日本鬼子的战后传说 他回国后,那段特别日子的真实心态,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,整天提心吊胆的,只因他们回国后,坊间流传一个报应的传说,日本鬼子佩主使不恢复在战场上杀了不少人,他说,正常人一到战场上就不是人了,变成了麻木不仁的杀人机器,什么理论教养,道德素质,全都消失得光光的。 更可怕的是,他们被灌出战场上双方对着必有伤亡的思想,大家都沉醉于可怕的战地伦理学中。 1946年被从中国遣送回日本后,只不恢复一时无法适应正常人的生活。 那些敌方士兵临死前的叫喊,还有他们脸上的表情,从来没有从我记忆中退去,让他感到最恐惧的,是一个报应的传说。 佩徒,他,清老一辈人说,无辜被杀的人怨恨很深,直似骨髓,杀他们的人会被诅咒,一连三带脚,握手会哨着一根大拇指。 那些死在我腔下的人,对我一定充满了仇恨,但我不敢向任何人透露我的恐惧。 使不恢复说,他第一个儿子出生的时候,最担心的就是他手脚上是不是五个指头齐全,是不是少个大拇指。 这样的战争后遗症,一直伴随着使不恢复的余生,我只好忍着,对我的怨恨不会消失。 老鬼的使不恢复的后遗症,不是单个现象,据1989年日本报纸朝日新闻报道,日本投降后,不少军人不愿意投降,选择了自杀。 在这些鬼哥看来,日本投降,美国入侵,结局和他们侵略别国一样,等待他们的,也将世家备战,东西被抢,妻女被美国大兵带走,难保真杰想想都可怕,绝望之中索性自杀。 鬼子,终死于鬼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